大家好,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五間總結的環節 先跟進內地股市半日收市表現 上證指數升24點半日收市,收報2877點 今早高位見過2877點 滬深300指數升30點,報3209點,也是今早同日的高位 深圳城市升120點收市,12678點 看看恆子的收市表現,恆子半日收報22905點,升266點收市 看看藍籌股半日收市表現 匯控半日收報79.8毫升6毫 中國移動76.9毫升2毫五先 中國銀行4.1升4先 工商銀行5.7毫升3先 建設銀行6.9毫升5先 港交所178.1升3.4 新鴻基地產129.3升2.1 長實115.7升1.7 中銀行25.8毫升5毫升 中銀行31.6升3毫五先 中海游半日收報18.1毫升4毫二先 中石化7.2毫升1毫 中國旅業7.03毫升9先 中國海外14.5毫升1毫八先 騰訊172.8升1.6 跟進市場上的一些新聞 國家法改委副主任彭森預期 預期下 假設12月通脹率去到5%左右 內地今年反映通脹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升幅 會去到3.3% 超過原定3%的政策目標 另外 國家統計局也公布了200個主產院的主要農產品價格 變動的情況顯示 在12月1日至10日期間 一系列的農產品價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漲 農業部表示 為期兩日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將於今日展開 會議的內容會明確決定 成為2011年中央農村工作的目標和任務 並且形成2011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要內容 加分給Anita繼續跟進港股的半日試 謝謝 謝謝Stephanie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就是來自我們要財證券研究部 高級分析員陳偉聰先生 Json你好 歡迎我看看恒指的表現 就是升了266點 是22905點 升幅1.18% 今天曾經最多升過310點 而國企指數都升了1.34% 收市12575點 升在166點 但見到成交比較差一點 只是有327億 其子方面升在241點 收半日市22939點 高水34點 成交量只有41,000多張 我問一下Json 看見真的好像缺乏買盤似的市場 是呀 近期大家臨放聖誕假之前 基金經理都可能收留 基本上現在見到成交額 每天只有600多億 其實都是非常小的水平 就算今天恒指有200多點的上升 但整體來說其實沒有成交額配合 所以這一層的升勢 大家都只可以視作為一個反彈 除非你說這個禮拜之內 聖誕假平安夜之前 還有進一步的升幅 可以突破上去10天20天線這些阻力位 除非有這個情況發生 否則我會覺得短期來說 市況都會比較反覆橫行為主 暫時來說都是沒有什麼方向的 可能等到聖誕假完了之後 基金經理重新就位之後 才有機會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升幅 跟Jason看看個別股份 看看762中國聯通 跌了1.37% 11.48% 低位還見過11.32% 內地公佈了11月份的手機用戶 正增長824萬戶 其中固定電話用戶減少了173.7萬戶 而移動電話用戶正增長824萬戶 問一下Jason 看到這些數據算是好還是壞呢 其實見到現在國內方面 當然如果你說手機電話 或者3G的用戶是不斷增加的 但我們也要看回電信箱聯通也好 中移動也好 都是個別的數據是出成怎樣的 如果你說聯通是計算11月份來講 3G用戶雖然都有 或者比起10月份也有增長1.6% 但這個增長的水平 就遠遠是符合不到市場預期的 因為現在國內方面 那麼多人用3G電話 但如果聯通都只是按月上升1.6%的話 其實這個數字是不合格的 如果你看回聯通其他的數據 包括顧網方面 總用戶的流失量也不斷加快流失 甚至乎連寬頻的用戶 今次見到的增長率也不斷放緩 按月放緩了35萬 如果聯通本身 3G的上客量也有增長不斷減慢 另外顧網或者寬頻的增長也不斷放緩的時候 對於這間公司的增長或者盈利前景 都有個打擊的情況 聯通都頗值得一提 之前頗令市場憧憬的一個業務 就是一個獨家代理iPhone 和接下來的iPad 但其實它說iPhone這個市場 其實是蘋果方面 已經宣佈在內地再加多3個代理商 意味著聯通已經不是獨家銷售iPhone的電信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接下來的高檔市場也會慢慢放緩 聯通在賣電話 在電話手機補貼上 其實成本是非常之高 所以這方面 對於整個電訊版法來說 其實都是比較看淡一點的 本身你看到聯通的股價走勢 之前兩個星期都有個不錯的聲勢 但到目前的11.5%左右的水平的時候 其實我會覺得短期來說 都會有個沽壓在這裏 所以如果要買的話 我都覺得無論是中線也好 或者短期來說也好 其實聯通都不是一種很優質的股份 看看稅銀方面也出了個報告 指聯通三株用戶的增長溫和 維持買入的評級目標價是12.6不變 和Jason說完聯通之後 不如我們又說一下體育用品股 見到今天跌勢都幾強下 一切看看股價表現 李寧跌了4.92% 是做17元 跌了8毫8指 而安搭體育跌了2.7% 是做12.3 跌3毫4指 中國動向跌1.2% 是做3.3 跌了4先 看看另外幾隻 北克體育方面 跌了5.5% 是做5.11 跌了3毫指 特報跌1.32% 5.24% 而361度更加跌5.8% 是做5.36 跌了3毫3指 問問Jason 為什麼會跌這麼多 昨天方面 李寧和非凡中國說急捨 有傳聞說可能收購有問題 但見到其他的體育用品股 今天都一起跌 為什麼 對於我來說 昨天李寧和非凡那邊的收購 可能被港交所拒絕 但其實這不是一個 令到李寧或者其他體育用品股 跌的主要原因 反而我們看整個行業 必須看回訂單的數字 李寧其實之前幾天 公佈了下年 即是2011年第二季 新增訂單的金額 只計金額方面 跟上年是持平 沒有什麼是倒退的 但如果你看回訂貨量 按年倒退了 即是8% 這個數字 如果你錄得按年倒退的現象 是之前這麼多年來 都未試過出現的 所以都開始令到市場擔心 作為全中國國內品牌排第一的李寧 如果訂單的數字都是這麼差的時候 會不會都意味著 國內的居民的消費模式 都已經慢慢由之前 都是比較愛國的牌子 即是說李寧、安踏、361 這些牌子 慢慢轉移到一些外國的品牌 即是說是Nike、Adidas 之前都說過 體育行業或體育產品 這個行業 本身在國內面對的競爭是非常之多 講的本身是內地自己的品牌 都講的是有十幾隻那麼多 如果你說再加上一些外資的品牌 去同一個市場去爭的話 自然都會令到他們的訂單 那個增長情況 會進一步放緩的 所以如果你說在2011年全年來看的話 這一個的板塊 我自己看的都是比較審慎少少 就算你說到這些位置可以反彈也好 但都只是容許是反彈 但如果你打算中長線持有看增長的話 似乎看用品的板塊未必是首選來的 明白了 好多謝Jason上來和我們做半日總結的環節 問一下你以上提及該股份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持有的 好啊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先 下午兩點半就繼續我們要財財經台 會有發達廣場的環節 再跟大家跟進下五開市的表現 謝謝大家